因为参与暴力解访 去年秋天被媒体曝光的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 最近又再次引起各界的关注 据大陆媒体的报道 安元鼎公司改名中京保安继续营业 多位访民发现 以前在安元鼎公司负责解访的保安 目前仍在重操就业 2010年秋、财经等媒体披露 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和19个省级政府有关部门 签订了相关解访合作协定 负责截留、抓捕、非法拘禁 并遣返北京的各地访民 这一黑幕引发一片舆论哗然 稍晚,北京市公安局宣布 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两项罪名 立案侦查安元鼎 并刑事拘留公司董事长张军 以及总经理张杰 但最近财经杂志揭露 对安元鼎的相关调查至今没有下文 安元鼎公司已经改名为中京保安 并且继续运营 而被打、被非法拘禁的访民 没有获得任何赔偿 这一消息曝光后 再次引起各界关注 凯迪社区的网友指出 像这类保安公司都与公安系统有关 这个里面的他们的后台是谁,是谁办的 那个肯定老百姓,扫马路里肯定 我们这样的老百姓,肯定办不了的 而且就这个,但是他们要是一旦出了事 就把个人承担,承担了以后就把人保出来 你比方说安元鼎的那个经理 现在都已经不了了之了 他们悄悄的就把他放掉 2010年12月13号 安元鼎公司召开董事会 讨论安元鼎改组问题 在此之前,据说被刑居的董事长张军 也出席了那次会议 今年2011年1月4号 安元鼎公司办理了变更登记 改头换面为中金保安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则由张军变更为刘向国 以前投资人员全部撤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有多位访民声称 以前在安元鼎公司负责解访的保安 仍然在重操就业 暴力解访事件并没有因 安元鼎事件的被曝光而减少 相反,访民的处境日益艰难 打压日趋严厉 财经杂志指出 很多保安公司承担当局的所谓维稳任务 保安业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蛋糕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 中国各地由于社会不公 不断引发群体性上访 4月11号 湖北22个县市的民办教师 集体上访请愿 而就在同一天 湖北、广水市、山东济南 也出现了类似群体上访 新唐记者长春、李谦、黎安安采访报道 的公司